这些来自太平洋海岸的沙丁鱼 很快就会被做成沙丁鱼罐头 为了保持新鲜在制作之前 这些沙丁鱼都需在冰水之中保持在摄氏5度以下 紧接着这些沙丁鱼 会被统一送进拥有缝隙的斜槽之中 大小不同的缝隙 会将这些沙丁鱼分类成不同的大小 分类好了之后工人会将这些沙丁鱼 导进这种圆形筛网的除灵机 除完灵片的沙丁鱼 会直接从侧边被吐出来 下一步这些去除灵片的沙丁鱼 工人会一条条地摆放到拥有浅槽的传送袋子上 这样切割机 就能精准地将没用的鱼头与鱼尾切下并丢弃 而切好鱼头与鱼尾的沙丁鱼 会被机器再次将内脏等剔除干净 在下一个车间 工人会将清理干净的沙丁鱼 用手动的方式将其装进准备好的罐子之中 之所以用人工手动的方式 是因为需要工人进行测量 每一个罐头的重量是否基本一致 同时也能减少杂质的浸入 之后装好的沙丁鱼罐头 会被工人翻转过来并送进烹煮室 翻转颠倒的罐头 能让烹煮的过程产生的油脂浸数低落 避免沙丁鱼罐头因为油脂而变味 最后这些烹煮完成的沙丁鱼罐头 就会随着传送袋进入到甜料机 为每个罐头都注入事先备好的调味量 同时传送袋还会将罐头送进封口机 将沙丁鱼罐头进行最后的密封 与高温蒸汽进行沙丁消毒 就能供人们使用了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